武神主宰 第5605章 真过躁 作者 按摩师 见到这道身影 严破大地急忙躬身行礼 你来的时候 没被人盯上吗 这身影转过来 露出了一张冰冷无比的脸 正是五月明定 没有 严破大地急忙到 如果让黄泉山的其他鬼修 见到这一幕 一个个必然震惊万分 如今黄泉山的领袖 幽冥大帝的义子幽冥大帝 竟和五月明定关系如此亲密 传出去 怕是整个黄泉山都要震动 石殿炎帝的猜测 竟是真的 五月明定看着严破大地 阴沉道 没被跟上那就好 如今是多事之秋 想不到石殿那家伙 脑子突然那么好使 竟能猜出你我之间的关系 也不知是懵的 还是发生了什么 五月明定 目光阴沉 严破大地皱眉道 大人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何今日 你和石殿炎帝会一同 前来进攻我黄泉山 当年不是说好 只待我将这黄泉山彻底祭练 便将那黄泉水赠予大人你的吗 为何 五月明定冷冷道 幽冥回来了 严破大地身形一颤 师生道 什么 义父 有名的老东西回来了 那老东西 他 他不是死了吗 严破大地瞳孔中流露出一丝惊恐之色 这是他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 不错 五月明定看着严破大地冷笑道 不然你以为本座之前在和你开玩笑吗 大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严破大地声音中带着丝丝颤抖 额头盈盈有冷汗渗出 别人不知道 只有他心里很清楚 当年幽冥大帝之所以行踪暴露 其实 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五月明定眯着眼睛 看了眼颜颇大地冷笑道 具体我也不知 不过 幽冥不久前 在永结涅海曾出现过 还击杀了本座的一名麾下 破坏了本座在永结涅海的计划 本座此番前来 就是想看一下 此人究竟是否回到了黄泉山 大人 若幽冥老东西回到了黄泉山 在下岂会不通知你 严破大地急忙道 五月明定冷笑道 这可未必 严破大地心中一惊 急忙解释道 大人你这话是何意 当年幽冥老东西的陨落 在下也曾参与其中 怎会再背叛大人 你知道就好 五月明定冷冷扫了眼 严破大地 痴笑道 你别忘了 当年幽冥是怎么死的 你又是如何成为大地的 五月明定冷哼一声 继续嘲讽道 说是他义子 其实你只是他的一个仆从而已 幽冥不死 你现在怕还只是一个小跟班 不曾跨入大地吧 况且 若他真的信任你 岂会不将这黄泉山的掌控之法赐予你 导致你这么多年 都不曾将这黄泉山彻底掌握 严破大地 眼神愈发阴沉 神色愈发恭敬道 大人教训的是 大人良言 在下一定铭记于心 五月明定点点头 若那幽冥回到黄泉山 记得第一时间通知本座 你也可暗中偷偷联络他 看那幽冥会不会主动联系你 记住了吗 是 岩破大地 身形深深攻了下去 五月明定点点头 这道身影轰然消散 瞬间离去 先前的出手 已让他看清楚 幽冥大地并不在这黄泉山 当务之急 事先弄清楚 石殿岩帝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还有幽冥大地到底在何处 看到五月明定的身形消失 岩破大地瞳孔中绽放出来一丝森冷寒光 轰的一声 他的投影分身下一刻 也是消失在了原地 黄泉山 整个黄泉山接连天地 内部空间无比巍峨巨大 宛若一个巨大的世界一般 而在这黄泉山最深处的空间中 哗啦啦 一片深邃的长河之水 浩浩荡荡 如同一条巨龙一般 在这黄泉山中不断地流淌蜿蜒 正是这冥界威名赫赫的黄泉之水 传闻这黄泉之水 在冥界开辟之时 便已诞生 蕴含冥界最原始的本源之力 每一滴黄泉水 都重若千军 是这天底下最极英之物 此时 岩破大地身形悬浮此地 他缓缓走向前方浩荡的黄泉水 一抬手 轰的一声 一道道的黄泉之水 被他引动 瞬间来到他的周身 如同一条条的游蛇一般环绕着 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致寒气息 见状 岩破大地目露一丝惊喜 手掌小心 向着身边这道黄泉之水 触摸而去 是 但是 当他的手掌刚触碰到这黄泉之水的时候 一阵剧烈灼烧之声陡然响起 将岩破大地的手掌 瞬间腐蚀成一片漆黑 啊 一道惨叫声响起 岩破大地身形急忙后退 轰的一声 将环绕周身的黄泉之水驱散 同时惊怒看着自己几乎腐化的右手 左手猛地一展 扑的一声 他的右手旗杆断 面色变得极其难看和猙獰 就看到那被斩断的右手手掌 瞬间漆黑 化作灰飞消散 而岩破大地被斩断的右手 一阵本源规则涌动 瞬间再度涨了出来 只是身上的气息 隐隐有一丝虚弱 可恶 为什么 为何本地始终无法彻底掌控 这黄泉之水 岩破大地惊怒看着眼前浩荡的黄泉之水 眼神极其的阴郁 充斥无尽的愤懑之色 自从幽冥大地陨落 他在五月明帝给予的好处和黄泉山重宝帮助下 终于突破大地境界 成为了黄泉山的领袖 但这些年来 他虽然依靠黄泉山的大阵 已将黄泉山掌控 可对着黄泉之水 却束手无策 除了利用幽冥大帝当年传授他的秘法 和黄泉山大阵对其有一定控制之外 他自身却根本无法融合黄泉之水 黄泉之水 乃是这冥界最至高无上的至宝之一 一旦我若将其掌控 必能成为这冥界最至高无上的巨头级人物 可现在 岩破大地目光阴沉 幽冥那老东西 一定不能活着回来 他若死了 这黄泉之水 总有一天能被我掌控 我的未来无可限量 可他若回来 岩破大地 心中冰冷猙獰 双瞳之中 瞬间暴射出 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怖杀意 魂月山 秦晨他们自然不知道黄泉山发生的一切 秦晨的身形已经趁着机会悄然进入到了魂月山的极深处 魂月山作为五月明帝当年出世的道场 虽然表面上已经荒废了 实则内部危险重重 到处都是一些陷阱和杀机 最关键的是 秦晨还必须及其小心 不能对此地造成太大的破坏 以防止被回来的暗影大地和五月明帝察觉 好在这魂月山最大的麻烦万道封锁镇 已被秦晨彻底掌控 不受影响 否则换作任何一个大地前来 怕是都早已被发现了 秦晨小子 现在那孟婆和暗影大地已被引开 咱们还在这里浪费时间做什么 不如赶紧回黄泉山 那五月明帝和十殿炎帝得知这里的消息 肯定第一时间赶回 黄泉山此计绝对极其安全 混沌世界中 幽冥大帝不断唠叨叨 一刻没停过 闭嘴 秦晨呵斥了一声 这幽冥大帝 什么时候嘴变得这么碎了 秦晨 这魂月山深处 好像还有深渊气息 这时 魔力突然皱眉道 秦晨猛地停下脚步 皱眉道 你确定 应该不会有错 魔力眯了半天眼睛 仔细感知了一下点头道 众人都是一惊 那暗影大帝已经离去 他身上的那乌卡圣石 显然也跟着离开了 为何这里还有深渊气息 难道此地不止暗影大帝一个大帝 你来指引一下方向 秦晨更加小心 寻找魔力的指引 悄然飞掠而去 片刻后 只见出现在秦晨面前的 竟是一堵石壁 前面已经没了路 你不会感知错了吧 幽明大得瞥了他一眼 年轻人 办事就是不牢靠 秦晨小子 别听这家伙胡扯了 咱们赶紧离开才是 魔力里都没理他 只是对着秦晨道 秦晨 那深渊气息 就在前面的石壁之后 我知道 不用魔力开口 秦晨就已经发现 这石壁的诡异之处 这里 是一个阵法 他眯着眼睛 眉心造物之眼开启 眼前的石壁 流转到大道气息 这些大道气息极其诡异 明显和这魂玉山中的 万道封锁阵不太一样 有某种特殊的排斥之力 如果不是秦晨拥有造物之眼 又融合了万道封锁阵之力 还未必能第一时间 发现这里的端倪 连大地都能欺骗 那这石壁之后 藏着什么 秦晨心中一领 目光闪烁 秦晨小子 要我看 咱们还是赶紧离开吧 万一惊动了什么 让暗影大帝感知到了不对劲 岂不是一切都乾功尽弃了 幽冥大帝 此时忍不住焦急道 妈的 明明这么好回 黄泉山的机会 不出去 在这里闹什么事 乾功尽弃了怎么办 你闭嘴 再不闭嘴 我就把你封印了 秦晨冷冷扫了幽冥大帝眼 这家伙 真过早 混沌世界中 众人都是默默无语 然后看了眼幽冥大帝 一脸鄙夷 这家伙 真是四级大帝 胆小如鼠不说 还总是啰里巴索 让混沌世界中 不少鬼秀高手 都是叹息无语 魔力 你盯着 秦晨目光一领 缓缓走向石壁 本章完 这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集完 那我们下集完